大家好,最近有很多新闻说国内即将到达人口拐点 近期各地也都出台了很多鼓励生鱼的政策 日本作为资深少子化国家 有很多现有的打法很有可能会被照搬到国内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日本生娃能享受到的福利 少子化和老年化其实是两件事 我们就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少子化的程度 马斯克曾经说过,如果以现在的趋势发展去 日本终将不后存在 已故前首相安倍也曾经以国难来形容过日本的低生育率 根据后生劳动省的资料 日本2021年人口出生是84万835人 发现了最低出生人口数的记录 生育率是1.33 如果看人口出生数据这张图 日本这波出生人口下降趋势 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将近50年了 我们如果再来看一下日本人口总数的图的话 可以看出来如果今年是国内人口开始减少的元年的话 就应该相当于日本2010年左右人口顶峰的位置 等于是日本在老龄少子化的路上先汤了十多点水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政府为了鼓励生育 拿出了哪些胡萝卜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日本没有单独的生育保险 都合并在了健康保险里面 但是生孩子的产检和分娩 健康保险是不给报销的 理由是认身是人体的自然反应不属于疾病 所以所产生的费用不属于医疗费 就不是健康保险的赔付对象 虽然产院等级不同 每个人选择无痛什么病床单肩之类的选项也有所不同 但是总体上在日本生孩子 最普通的顺产平均下来也要40多万日元 再加上前期的各种产检杂七大八的费用 最少也需要准备六七十万日元的费用 这对于普通家庭的小两口绝对算得上是不小的负担 所以说如果想鼓励生育的话 这个重担肯定是要政府扛了 各个健康保险组合 对于妊娠四个月以上的产妇都会给予一笔固定的42万日元的费用 这笔费用如果是自己叫健康保险的话 会叫初产育儿一十斤 如果产妇是被抚养者的话 走的是老公那边的保险 是叫家族初产育儿一十斤 因为一胎一个和一胎两个的育儿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初产育儿一十斤不是一胎42万日元 而是一个孩子42万日元 在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 去区医所或者施医所报备的时候 在拿到这个母子手册的同时 也会拿到一本受诊票 这个就是产妇产检的补助券 个别妇的区可能会多一点 比方说东京最富的港区 就会比别的区多一张B超的补助券 如果是在妊娠或者生产的过程中 产检和分娩时的留书数 也可以由付费人进行确认申告 可以进行医疗费控除 刚才说了顺产的情况 健康保险是不给报销的 但是如果是发生意外的情况 需要抛妇产等情况是可以报销的 在发生极端情况下 产生了巨额费用的话 也可以申请高额医疗费返还制度 高额医疗费返还制度 简而言之就是个人和世代 每个自然医院都会有一个医疗费的上限 超过上限就可以申请返还 以上是任何健康保险组合 都可以想象到的福利 但是产妇如果是上班族的话 会由社会保险提供其他的福利 先提前预告一下 女性社员的福利真的不是一般的好 首先是产修 标准产修是预产期前42天后56天 一共是14周 总共98天 这98天会按天计算 给产妇支付交社保的基数 也就是标准报酬月额的67%的首当金 这部分钱是由健康保险组合支付的 叫做初产首当金 这还没还 因为需要照顾新生儿 产妇可以无条件的继续预休 继续休假到一年 这个是无条件的 其中产后8周的半年 依旧可以拿原来67%的月薪 产后半年到一年 减少到50%的月薪 这部分的金融是由雇佣保险支付的 叫做育儿休业给妇 在某些前提下 预休可以延长半年到产后一年半 然后再申请延长半年 最终到达产后两年 这个前提就是 没有办法进入到保育员 需要照顾孩子 但是实际上这个条件是可以操作的 因为保育员都是需要先申请 然后排队入园 比方说一年无条件的预休 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再申请保育员 就可以理所应当的 拿到无法入园的证明 然后申请延长半年的预休 日本女性社员生娃的产休玉休 整体就大概是个样的 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看起来产休玉休期间的67%和50%的 给付金好像不是特别多 但是因为这个钱不是报酬 所以说不会发生住民税和所得税 虽然根据产休玉休的时机不懂 可能需要支付前一年的住民税 但是如果实在是支付困难 也完全可以去区域所相谈 不知道能不能减免 但是暂缓缴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在产休预休期间 社会保险料是轻而免除 正常上班的话 给的报酬每个月到手 扣除各种税社保 怎么也要扣20%左右 可能有奖金的人补不回来 但是总体上来说绝对是不算亏的 网上也有现在的计算器 可以计算一下大体上产休预休期间 可以拿到的所有补助全部的金额 另外无条件预休 还有双制宫家庭的特例 叫做帕帕妈妈 预休plus制度 就是富士期轮换预休 照顾孩子 这个可以无条件到产后一年零两个月 不过这个制度需要南方的公司也同意 实际上操作还是有点难的 总体上来说 我感觉以上的这种产休预休制度 也是鼓励女星进入职场的一种方式 除了以上的各种福利 还有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也会提供各种相应的福利 比方说东京都给10万日元的积分 入于购买母婴产品 区里边作为直接的窗口 可以申请的补助会更多一点 比方说产妇运渡和赫尔蒙紊乱导致的牙周病 都有相应的预防检查的补助 港区还有自己加码的出产助装金 最多可以比其他区多拿31万日元 有钱人的区就是福利好 产后初期可以选择住院疗养 或者是希望助产师对产妇 或者是对婴儿上门指导的话 也都有相应的补助 还有那种已经不算是月子服务了 应该算是保姆服务 就是帮忙带孩子做饭 打扫卫生的那种服务 有的区在孩子一岁之前 可以有上限60个小时的补助 其实不只是对生产本身的补助 上海游的退投政策也都挺全的 比方说东京都对于新婚年轻的服务 有提供应援服务或者是优惠政策 内阁府公布的对于新婚生活 买房或者是搬家 在一定条件下 会有上限30万日元的补助政策 目前看到落实了有千叶室 搬到千叶室内的老旧公租房里 已经有补助了 然后就是结婚之后 对于有生娃意愿的夫妻进行指导 和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的补助 今年4月体外受精 已经确定适用健康保险了 治疗费可以打三折 对于初次怀孕的夫妻 也有提供育儿课堂 提前做好育儿准备 对于已经进入育儿阶段的 普通家庭夫妻 孩子在15岁之前 每个月都会有一笔 儿童首当补助 孩子的医疗费 也有很大程度的补贴 东京都更是在基础上 进一步加码到了 抠中生之前 孩子看病的全额补助 感觉日本政府 为了防止马斯克的语言 成真已经是操脆了心 除了官方福利 一些母营店 或者是母营品牌商 也有自己的活动 这个就不太固定了 毕竟谁都知道 在少子化的时代 对于母营运品厂商来说 孕妇就是未来稳定的消费者 所以说都在抢这部分客户 我了解到的 比方说在亚马逊上 登陆了预产期之后 满足一些条件 就可以免费拿到育儿准备包 连锁母营店 阿卡枪哄头 登陆益产期 也有可能会拿到一盒母营产品 为什么说是有可能呢 是因为这个是分店铺的 有些店铺有些店铺没有 这时候拼的就是主妇宝妈的情报网络了 今天盘点了一下 在日本生娃的各种福利 日本当前的福利制度 是以生育率恢复到1.8 为目标制定的政策 我觉得国内目前还没实质性认口下降 如果国家下节群鼓励生育的话 各种政策最少我觉得也能和日本食平吧 虽然说生孩子和有对象 不一定是充分必要条件 但是我个人认为 所有向鼓励生育方向倾斜的政策 都有点单身税的意思 所以说你自己交的税金 多少也要用一点的心态 响应号召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好 今天关于日本生娃福利的条件就到这了 我们回条件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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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ק 开